《以俄行仁者望,望不代大,望不代大,以利服仁者,卑心服也》。 大家的接受是利益善罕。 今天我們就可以看到罷的展現,美國完全就是罷,呈現它的罷。 現在美國也不遮掩,因為它並不遮掩, 因為整個社會世界的局勢已經在條件中,它無人。 第六章,而第三章,龍孫手上的第三章,我們上次講完了。 今天就從第四章講起。 兩章,不只是一章,不只是一章,雙道上的三章, 和借人喜歡二章,主題都是陰豬的。 一章,若然,留在九三章, 年紀很零豬的相反, 那我多不斷地獄, 同在九三章, 我也不滿意, 一章, 我心覺得 Frog's mother, 只能行人而合乎於人道,就會為我們自身帶來生命的榮耀。 這一個人字,行人道並達於人,行人道並達於人。 那麼,則,就是奶,奶容,就會帶給人們什麼? 就會帶給人們榮,榮就是生命的榮耀。 那麼,這個榮請大家要特別注意,它是遠離。 它是遠離現實的尊榮。 它是遠離現實生活功利主義下的尊榮。 而是,自身生命的榮耀,生命的尊榮。 我們就能夠維持住,保有住我們自身生命的尊榮。 那麼這裡頭,有深刻性,值得朋友們注意,稍微體會一下,什麼是自身生命的尊榮。 不求於人,以一個,不虧於心。 心。 然後,自尊,自立,或者是自理自尊。 那麼,當然如何達成,除了自我心理的建設之外。 在現實的社會中,我以前勉勵學生,做一個理想的追求者與堅持者。 同時,作為一個現實的成功者。 最近,有一個學生因為這句話,跑來找我,說他兒子初三畢業。 要我去為他們兒子的拜託,講兩小時的演講。 我說,其實我沒有接受,我沒答應。 我說,我太久沒有跟小爸爸講話了。 那是蠻辛苦的。 我說,哎呀,你就從這兩句話開始吧。 因為這兩句話影響了一輩子。 那我今天還是提供一點,連一位在座還有年輕人。 請坐龍船。 請坐龍舟。 請坐這次坐龍舎。 請坐在站上就會لة選擇 好燥員。 Stamp lam我,���ять些地方是 Buddhist。 遯下所有學校。 還是愛醫學O教徒和艦。 請坐進大方,請坐 bem、焥點地方。 так�만,請坐了龍舅此秘寢,醒 WindFF。 inhoľ場。 contempl彼時需要來放 concept的開動。 我這個說是有深意的,也就是在這個現實社會裡,你真要能夠不求於人,不虧於人,自立自尊,很重要。 在現實中,你必須不失敗,這個不失敗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成功,而是有所依你所特有的知識也好,技能也好,什麼也好,在社會中無可獲取,人家沒有辦法不需要。 方教授說,你能找到一條屬於你自己,不欺不求的,人生道理。 我還有一個學生,他不太算,他絕對不承認,他跑來聽聽課,沾點水,過個水。 他很年輕,年紀四十,發生了,因為有路,我也不知道說他的路。 他在中學的時候,在建中的時候,他就積極投入建青,建中畢業的都知道,建青是最夯,最活躍,最痛苦投的,他就投入。 他的文憑並不好,不過他就要去掛名做編輯,然後在這個編輯場的名相連,在外的聯絡中,他發覺那個時候世界的左派,包括台灣的左派, 從黨外開始,他就去加入世界左派組織,甚至於還去布塞爾,曾經過世界左派大會,很瘋狂。 可是他上了大學以後,他就積極投入,因為當時他的家庭背景,是他不得不積極的投入,藍營這個人。 然後他就娶了一個綠營,不大財主的女兒,本年就熟了熟,然後成為藍營的某某某某。 然後年輕的那個團體就是你的一個代表。 可是等到,看到蔡英文選舉,一定要贏了,他立刻變身,在電台上大罵挽移。 現在是利盈的代表,這種變化,他則是一味追求權利,我會為這個努力活得看他的未來。 完全上失自我,在他真實的人生中,所以他現在很老的樣子。 我只比他大個幾歲看起來,就超過他的年齡。 所以基本上,人生要能堅持自己的理想,要能夠追求自己的理想。 他只能夠追求自己的理想。 他只能夠追求自己的理想。 就是乳、哺乳。 蔡正元,大家知道嗎? 哎呀,在他的談話性節目,我把這個人,他的真實難題。 我要是這個人的父母,我都不知道怎麼活下去。 這就是什麼? 他可以拓滅自乾。 在今天來講,這是我的自由。 人都有這個自由。 因自由而為自己帶來了侮辱,和為自己的父母帶來侮辱。 這也不是值得再思考。 而這個要沒有真正的生命覺醒,不容易理解。 經侮辱。 我們今天討厭我們的生命,蒙受侮辱。 蒙受屈辱。 但是,我們仍然始終停留在沒有真正生命覺醒的路上。 這個人、不人,沒有生命真正覺醒的路上。 這就好像,我們在居住的時候。 在生活中的時候,我們討厭不當太潮溼。 卻仍然不離開這種失氣重生的最低話頭。 老子講,要像水一樣能居下。 重點是,能揮其重流而成其膽。 但是,孟子在這裡,由牧師。 這就好像,我們討厭神氣會影響身體。 我們還仍然居住在最潮溼的地方。 這是孟子直接受養豬的思想。 我們剛才所說的,我們的生活第一步,在修行上要施其身。 那麼,過渡的潮溼,影響生活。 它是直接從揚豬。 至於老子,到他的成熟。 我們常常提供給朋友們做參考。 是已經在孟子一百年後,西元三百年之後。 然後逐漸形成的。 所以,在觀念上已經有了變化也不同。 孟子說,如果我們不希望這麼潮溼,不利於身體。 而健康,莫如貴德而遵事。 那麼,沒有比貴是看重。 看重人在覺醒後,德性的展現。 凡是言德。 盤言德一定包涵。 男言德一定包含自我生命的缺陷 所以莫过于尊重,看重自己在生命觉醒中所展现的善行 所展现的善行,也就是,而所谓的善通常就带着爱 尊是尊重知识分子,这个是尊重知识分子,或者讲真正的知识分子 因为在孟子的时代,公生元、章义、抒情已经行、横行天下了 他们是不是识,孟子不成的那样是识 虽然他们是重疼识,重疼之识 可是在孟子的本,他们不是识 因为他们只为自身功利追求者 我们后面会讲到,而此代只为功利追求,洋人鄙息 这只是切夫之道 这个对于同胞有点不过去 这是按照古时候的注意 不过,女同胞也不必在那个时代切夫之道 谁也不知道,就是必须顺承上义 或者君王,或者丈夫,或者什么 人的意思,不能有自我意志 不能有自我意志,所以是妾子之道 有一个妾在前面 同时呢,能让贤者在位 一个能干的人,能够在他的该在的位置上 同时,一个能力有能力的人 能够在他的专业职务上 这个词是专业职务 国家闲响 当国家平静无死的时候 闲响平静无死 集市时,就在这个时候 民情正习 修明,这个名是修明 修字修养 好好地修字 同时明白 让他更清楚 其正习 他的正教和行法 这个正习是正教 台湾这几十年没有修明正教 算是闲暇之时 因为不那么紧张 至少从823号战之后 不那么紧张 却没有来修 所以修到这个时候 所以在这样子的 放任原有的 因为台湾的六法全书 是欧洲大陆法 是拿破仑法 抄自哪里 是抄自英文明治维新 他们抄自欧洲的毕斯曼法 而毕斯曼法 是抄大陆的 是抄 拿破仑法 所以六法全书里面 没有变灯 没有什么都没有自来水的 没有变灯 没有变灯 今天已经修上几百次了 配合着时代的前进 我们到现在只修了两次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什么叫做修明行法 比如 反观 今天的司法部 就应该集中反观 共同讨论 怎么确定自由新政 然后怎么确定 该不该判死刑 还是不要判死刑 这是应该讨论 这么一件国家哪是 你看最近 十二位 恶行重大的 都免于死刑 都免于死刑 不是免于死刑不对 而是给予免于死刑的理由 让大家 瞬目结舌 竟然有 他在研究所在 做学生时候成绩好 所以有教化 怎么可能 免于死刑 还有 在杀人之前 他去精神病 免过 还有没有精神病 都不知道 所以 免于死刑 现在 两个月下来 十二个 将来 台湾的人 将不可自重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没有处理 当 蒋介石宣布 绝不再竞选 第三次 年 做总统 一切谈好 一切谈好 包括跟哪个谈好 由成成 所以当时的成成 以为 绝无问题 胡适之先生他们 包括叫做三三四行 李济之 胡适之 胡适之 大家知道 汉文帝 汉高祖的时候 汉高祖 他觉得自己的长子 跟呂厚生的这个惠帝 太 太 仁弱 虽然 人 两儿太弱 包括身体 不足以承担 该完成的 这么一个 呈先其后的 大草担 所以想换 表面上看来 他想换他的 最爱的 夫人 欺负人的孩子 可实际上 是欺负人生的 那个孩子 强悍 强壮 一个刚完成 这样巨大的一个国家 需要强悍者 因为 骄兵 汉奖 都还在 以后急死了 于是 人家就 建议以后 张良良在哪 怎么去求张良呢 没有一个 几次都成功的 赶快去 以后就 跑去求张良 张良去去 因为他说 这是你们的家务事 无关乎于天下 可是 派去的 犯况 就用爱提供 你不说 我就不走 我就在这里 于是 张良 就说 唉 你们怎么搞 被拳在这个事情中 都看不清楚 按高主之所以嫌 被利 因为严弱 如果有人帮他 让高主放心 他点出 高主不是为了私情 是为了天下 他自然不坏 那么 请谁扶手 能让高主放心 于是 就是 隐居在三桑的 四位老人 他们何以能让 和高主放心呢 高主虽然精张良的调教 达到了一个极高的层次 可是 他毕竟还是公平整合 当天下都臣赴于他 只有三三四行 说你太无礼了 你的天下是你的四路 我们过我们的日子 以至于高主 心仪而无所能 而以为遗憾 而以为遗憾 你们去 以慧帝之名 安穷重礼 用最好的车子 在最后的路 用慧帝太子之名 弥清他 不是高主 那实际上 这四个人 是以辅佐会计 他们才有未来 辅佐高主 高主就像我把他 快些人抢 那是要买 就像小孩子 那实际上还在哪里呢 他将影响未来的世界 他们一定难以 他们之所以不出来 是在抬高自己的身价 一情不斗 十亿摆出去 再让他们看到未来 他们就一定来 果然 一去 他们就有答应 同时 张良在说 他们去帮助 惠帝的时候 千万不要惊扰任何人 更不能让 那样子 汉高主知道了 知道的就是破功了 而是要 陪着汉慧帝 在不经意中 被汉高主撞见 果然 他们说 那小鬼头 身边那四个老头子干嘛呢 三三四 啊 我请不动他 小鬼头请不动他 他竟然来辅助小鬼头 啊 那天下安逸 然后回头对欺负人说 没有机会的 没有机会的 是 上天 主要是 属于女后子子 以得任地 西夫人哭 有什么好哭的 为我唱歌吧 夫妻两个人 抱哭哭哭 因为什么 为了上天 为了天下 为了这个天意 我对为你的天子 都不敢离开 爱是什么 生命的 因爱而存在 而有价值 我 作为天子 却无法 完成于我 个人的爱 啊 那种好深层啊 那种心理性 成城 以为完成成 胡适之 李济之 朱家华 成天胖 大概是这四个 觉得他们被当时称为334号 排完334号 就觉得一切OK 就赔一桶 然后成城他就赚出 我完全不在意造的 要不要做总统 然后就大家就 必到澄清国去 可是 年夜 老国代 老立委 跑去 士林管底 半夜 深夜 回 关底 要求我捷探 然后告终 老家 你說带我们出来 要带我们回去 这是你的寻 hope 还成不承认 老家我承认 那现在你让 這個許多能完成嗎? 第1個。 第2個。 你知道成人為人, 以成立一夫為戒, 他只要掌握到權力, 對我們所有的舊的一定感激殺絕。 你作為一個領袖, 這樣自我明明的核定。 第3個。 你讓我們騎著老虎出來, 趴在椅背上, 卻不讓我們有梯子下的補貝。 這是你作為一個領袖該黨的嗎? 蔣介石說, 那怎麼辦? 都公開啦, 宣布啦, 一夜之間, 國民大會, 連夜開會, 修出, 訂出, 灘亂時期, 淘汰, 擱置憲法, 老蔣繼續連, 這啥個措手不及, 可是這個壞處, 也讓老蔣賠了一輩子的英明, 對台灣的未來的傷害極大, 然而, 在美國的資源, 在美國的支持跟手動下, 實際上, 是陳誠他們國權, 這些都是外面不知道的。 美國夫子陳誠, 邀請陳誠去美國, 老蔣都不知道。 臨時知道以後, 拉著蔣, 說美林, 趕到機場, 去兇死。 老蔣這一次, 在台灣當然有些貢獻, 他最大的努力就是, 畢竟美國人把他拔除, 所以他拔除所有可能, 被美國人提拔的人, 他一生的信學, 這是很大的一個工作, 可是看他實習後, 他接受了, 一生的信學, 就該修明行道, 一直到今天, 最近兩個, 一人十二道經排下來了, 各個免死, 所以未來你看, 台灣的社會, 的發展。 為什麼呀? 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柏田利亞, 現在有人訪問, 在路上被記者訪問, 你看這個事情怎麼樣, 老百姓也說, 哎柏田利亞, 已經柏田利亞, 傳統華人, 當說出沒有天理的時候怎麼辦? 哎, 就真早晚, 就是自己幹, 我行我事, 用自己幹, 反正就憑力氣了, 沒有天理就是憑力氣了, 所以大家晚上就不要衝了, 所以在這裡, 修明正行, 雖大國必未曾, 即使是大國家, 哪怕是美國, 一定會有所尊敬, 詩雲, 詩經上說, 詩經冰封, 這是在冰封, 請冰封, 上面的詩句說, 帶, 帶就是疾, 其天之謂英語, 就是趁著, 趁著老天爺, 語記還沒有到來, 這個英語指的是語記, 英語天, 也就是指語記還沒有到來的時候, 徹禮三處, 徹是曲, 在這裡做曲, 曲比, 比就是內的, 曲內的, 三處的皮, 和地上的泥土, 這個三是三處皮, 土是泥土, 三處的皮及泥土, 。 禁謀, 是打劫, 是打劫, 是纠纏打劫, 是纠纏打劫, 優惑就是把窗子綁好 簡單講就是綁 把窗子跟門戶綁好 等到一切都弄好了 這個今此下明今天在下面的人們 明世人們下就是在下面的人們 或感無疑還有誰敢於誤辱我們呢 他的意思就是 一切在平常做出最完整的準備 即使一個小國家都有他的生存可能性 包括一個個人 以一切將自身該有的種種準備好 你就不會被這個時代被這個浪潮熟透過 所以孔子說為此思者做這首思的人 其之島或他真是之島 自然中的生存之島 這個島是生存之島 是自然中的生存之島 能治其國家 真能夠好好的完善治理國家 能治其國家包含了能好好的完善的治理國家 誰敢於誤辱我們 誰敢於誤辱我們這個國家 那現在最明顯的意思就是新加坡 那我想 可是你看 到今天 他說還有他的世界必分 中恆菲特 比如最近他要跟澳洲提前海軍聯盟 以面對南海問題 什麼意思 他絕對不讓自己在南海問題上成為邊緣 沒有發言權的問題 台齊爾夫人的時候 日不落國的英國 他努力支撐希望能夠贏得 為英國仍然贏得 在整個沒落的過程中 贏得世界的尊重 而且加拿大世界上有發言權 他去打福克蘭島 那麼遠的福克蘭 他去打這個島 他去打戰爭 他之所以 是因為其實這場戰爭 也就是一場代理戰爭 英國人代理國 阿根廷後面是俄國 而這是一場泰國爭拔戰 因為所有之間的訊息 來自於泰國的威脅 最後 美國勝 而對英國帶來的 真能夠讓英國 今天這男孩 特別對太平島 特別對護瑜的問題 白衣有這麼做 可能有他的私人需要 何以顧 因為他 已經被坐實認為 出賣中華民國的內容 之大爭 毀滅國民黨 之大爭 報紙凌 今天的報紙 報紙的報紙 報紙的報紙 瑪莇 棒 某些作家寫的 他最好為自己淫一點 歷史的清敏 下面 是其他一個歷史的清理 但是拉高這個成績 你看日本立刻看害安倍的弟弟來見效應 什麼意思 國際就是實力 管你打小 你有實力 你敢於在還沒有到達戰爭邊緣的時候 所有的人絕不親紅病 蔡英文謝長的電影等等說出來 要低調處理 將來台灣完全被人載割 新加坡可以要這麼叫參加澳洲聯合 然後這個那個 又是讓人絕不親呼他 當然他做好不被親呼的準備 他的國家整個完善性 始終始終被維持著 但是不單單是這樣的一個維持而已 有了這個維持 對國際他才有發言權 所以能知其國者誰敢能知 這叫做能知 所以請朋友們特別注意 所以不能單單子就表面的自來看 一定要問什麼叫做能知 能知就是有能力讓國家達到完善 這個字引申做完善的 當一個國家達到完善 新加坡最大的完善也不過就這樣 然而因為這個完善 所以舉足輕重 那麼我們說到這邊 大家來休息一下 正式之間 我覺得最大的蘋果 建議一般 希望能夠對抗 還是開來 file 我今天這麼認識 這個 我熟悉 看你 我要加招 這一葉 維草 我看你 感谢观看